当你看到这个字的时候 你能够体会到这个字的精神 比如说 你看那个人 人上面有一个刀 下面有一个心 你当你看到这样的时候 他教你怎么样呢 这样你无论你有多苦无论你一道种种让你不高兴 让你很烦恼让你很困扰 无论在什么样的 你都要忍 你看从一个字能够来开导我们的智慧 你不忍不行啊在这个社会上 特别是现代 一道种种的 首先你要懂得怎么样学忍辱 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看第二个孝 前面已经给大家说了孝 你看他这个字上面有一个老下面有一个子 什么意思说明什么 上一代跟下一代 他都是一体 所以外国人说这个父子 是有代国的 他有代国的 那有代国那就要没有了吗 孝就没有了吗 老根子就分了吗 老根子分了家 当然孝就没有了 他们认为都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一定要清楚 一定要知道 上一代还有上一代 所谓的过去无始 下一代还有下一代 未来无中 都是跟我们一个都是一样 是一体的自己的 所以孝 在大乘佛法里面 写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你看 在佛法里面 释迦牟尼佛在这个 经典里面为我们说明什么 告诉我们 整个虚空法界 整个虚空法界 都是一体的 这个讲得更透彻更明白 你看 笑一展开 就是想 就是想我们跟这个虚空法界 你看这个虚空法界有多大 很大呀 你就是跟他一体的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讲笑的这个道理 除了佛经之外 其他的 我们都看不到的 真的 你今天如果没有学佛的话 你根本 你根本都不会了解这个笑的精神 整个虚空法界 一切万物 一切众生 都是跟你一体的 你怎么能够跟他 去针对呢 去计较呢 你伤害他们等于伤害自己啊 你侮辱他们 你等于侮辱自己啊 你用一个不善的语言来骂他 等于也在骂自己啊 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晓得佛为什么叫我们 你要见笑 不但要孝顺自己的父母 在佛门里面有一部经 叫做菩萨戒经 佛告诉我们什么呢 下面很重要 佛告诉我们 要把你的孝顺父母的心 孝顺父母的精神 要扩大什么程度呢 来孝顺一切众生 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菩萨戒经里面所讲的 所谓的 一切男是我母 一切你是我母啊 你想一想 你看菩萨那种精神 佛那种精神 把这个孝顺讲得更圆满了 把一切男看到男的他都是我的父亲 看到你的他就是我的母亲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啊 因为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的父母 这个太伟大了 整个虚空伐界啊 一切万物一切众生 都是跟我们是一体的 这个道理很深的 那我们今天在日常生活里面 那要如何尽效呢 那要如何尽效呢 那既然知道这样的道理 佛已经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都是跟我们一体 你能够把你的孝顺父母 能够孝顺一切众生 你真的太了不起了 今天阿弥陀佛 为什么他的福报为这么大 把一切众生当中一切都是他自己的父母 来孝敬一切众生 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来供养一切众生 这个就是尽大孝啊 那今天我们做人简单来说 我要来尽效师父 这一切众生能够生 我也是一切众生 他不是一个人的 这一切众生 这一切众生 对我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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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众生 这一切众生